根据统计 台湾年捐血率将近8% 位居全球之冠 而除了民众志愿无偿 晚袖捐血之外 机关团体也功不可没 以台东捐血战而言 年捐血量中 有七成是来自民间单位的贡献 透过举办捐血赠礼活动 号召群众响应 单日就有超过百代的热血入库 周末上午台东捐血战内 满是晚袖捐热血的民众 真不愧让人称赞 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 根据台湾血液基金会统计 2021年国民捐血率达到7.68% 不仅稳坐全球之冠 更是全世界高所的国家 平均捐血率3.89%的一倍之多 一入部队就开始捐血了 就变成一种习惯性了 一方面可以检查身体 然后促进身体 那个什么新陈代谢 对身体都有帮助 所谓捐血的救人移民 我们从2018开始 就是会在每一年的时候 都会用一个捐血活动 台湾国血国用的供需平衡 除了民众自愿无偿 晚袖捐血外 机关团体也功不可没 以台东捐血战为例 几乎每个月都有至少一场 民间自发的捐血活动 透过各项好礼吸引群众响应 光单日就有超过百代热血入库 占了月需求量的十分之一 他们有时候他们会征收一些礼物 还不错的东西 我觉得用得到的 家庭主护码最喜欢百米 传奇套道理当然是比较重要的 它价值几乎是七八成左右 基本上是预估能够达到120代以上 近年来受到国内人口快速老化 少子化的影响 年轻族群捐血率下降 然而定期捐血不止救人 同时也能了解自我的健康状况 困虚还反倒先救自己一命 谢谢大家会台东市报道